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我就想问了,你到底是什么人?我在你身上能感觉到与其他冒险家不同的气息? 你是在寻找自我吗? 那么,镇定一切,听我说,你或许不是人类,你身上有一股与我使用的精灵之力非常类似的一样。 虽然有实体,却有种虚无感,总之,让我感觉很亲切。 米巫米巫族会使用幻灵术,他们的智慧也许可以帮到你。 虽然,我很想去格兰蒂斯见见他们,但穿越次元的话,你就会忘记我,那事情就复杂了。 要不,你去见见勇士部落的安地私人,据说,他们也能通过幻灵术召唤灵魂,那应该对灵异之物也有一定的了解。 你好像正在被人追踪? 那么我建议你,去找勇士部落的首领,武术教练。 他是安地私人中最值得信赖的。 朋友,有什么事吗? 从你的脚步声中,我感觉到了一丝焦躁。 等等,你身上的气息不太寻常,你不是普通的冒险家吧? 难道你是西纳斯骑士团正在找的那位? 你来着黄山野岭干什么? 你真的不知道你自己是谁吗? 看来确实是一了。 我从西纳斯骑士团那儿,听了很多你的事。 安地私人的幻灵术,是让万中静养的祖神附身,从而借助其力量的咒术。 根据祖神的能力,会表现出各种不同的形态。 比如身体变大几倍,或者像身穿盔甲一样刀枪不入,甚至能挥动平时根本举不起的巨剑。 所以,与其说是幻灵术,我们更愿意称之为麒麟之柱。 话说,你是怎么知道的,他早就失传了。 很久以前,这里草木葱域,圣瑞尼亚帝国和许多安地斯部落和平共存。 后来,圣瑞尼亚帝国对安地斯人发动战争,结果惨败,自取灭亡。 而赢得胜利的安地斯人,也死伤惨重。 麒麟之柱从那时起就失传了。 安地斯人是通过集体生活把记忆传给后代的。 当群体因为战争而瓦解时,就算有少数幸存者,记忆也无法继续传承。 当初幸存的安地斯人的后代,现在分散在永世部落各地,过着各自的生活。 我也很久没有他们的消息了。 也许在我不知道的某个地方,还有麒麟之柱的继承者。 这件事我会周密调查的,不仅是为了你,也是为了我们安地斯人。 不过,可能会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希望你能耐心等待。 布局是被派来这里的西纳斯骑士团情报员,说接到上级的命令,要通缉你。 现在正在排查永世部落的访客。 也就是说,从现在起,你要隐藏身份,不要被任何人察觉。 特别是那些老练的安地斯人,他们的感官非常发达,能感应到你独特的气息。 去使种荒野,取一些幽默精灵的粉末,进行伪装吧。 只要撒上它,就能掩盖你的气息了。 来,把坟墨给我,我帮你撒在身上。 嗯,这样就没人能察觉到你的气息了。 现在就差取个假名了。 我给你准备了三个名字,仔细听好了。 飞毛腿锋马,肿胀的巨像,还吃算的猪。 怎么样,选一个你喜欢的吧? 你好像都不太喜欢啊,怎么连你也要拒绝我呀? 我们安地斯人为新山而取名一般都会来找首领,但没人来找我,他们说我取的名字太糟糕了。 有道理,但我没取过安地斯风格以外的名字。 要不,你去找伊安吧,他在其他的地方生活过,应该能帮到你。 不用担心,他就像我的家人一样,是值得信赖的。 你可以向他表明你的真实身份。 你好,不急为了找你,封锁了村庄,所以整个勇士部落的人都知道你了。 他们说你长得很凶恶,但我看着,很不像啊。 虽然不知道你为什么会被西纳斯骑士团追捕,但我相信武术教练,如果他决定保护你,我也会追随的。 其实我和你一样,都不是这里的人,是他们救了尸翼的我,让我在永世部落生活。 我知道尸翼的感觉有多痛苦,如果你能把我当朋友,我会很开心的。 哦,武术教练说要给你取个假名,你能等我一下吗? 我今天的事还没做完。 我的日常工作,就是赶走让勇士部落山峰变荒芜的怪物。 我也想清理他们,但我的战斗力太低了,只能把他们吓走。 什么?你要替我猎捕怪物吗?那是真的吗? 太感谢了。你出手的话,对勇士部落的帮助一定更大。 那就拜托你,到小岩石路去除掉古木妖和木妖。 以前对付他们,又一整天,现在由你帮忙,一下子就解决了。太感谢了。 你的脸色很差呢,哪里不舒服吗? 哦,我也有一段时间都是这样,但恢复记忆后就好多了。 嗯,虽然我不知道怎么恢复记忆,但应该可以帮你摆脱噩梦。 你能去大岩石路的抚慕妖处找来一些干枯的树枝吗? 回来了,拿到干枯的树枝了吗?那等我一下吧。 噔噔,这是我为你制作的补梦网。 它能捕捉噩梦,只要将你的补梦网交给武术教练, 让他帮你挂在战士圣殿上,你就能摆脱噩梦了。 哦,还有就是你的新名字。 武术教练起的名字是安蒂斯式的吧? 他以前也给我取过名字,但实在是太土了。 回复记忆后,我就用回本名了。 你的新名字,就叫阿瑟琳吧。 这是按我家乡尸首村的方式取的,意思是梦想。 希望你永远只做美梦。 要是喜欢的话,就去告诉武术教练吧。 顺便把补梦网交给他。 北方送来了你们俩的声音,新名字很好听的。 以后我就叫你阿瑟琳了,你也要记得。 另外,补梦网我已经挂在战士圣殿了。 你也觉得衣安的心思很细腻吧? 我也以他为重。 不计很忠诚,为了执行找到你的任务, 他对这一代进行了封锁管理,让大家的生活很不方便。 他应该是因为接到紧急发布的悬赏令,却不知道原因。 只能猜测你是个穷凶极恶之人,所以才会这么积极地追捕你。 别担心,伪装很满美,而且新名字也有了,肯定能顺利通过盘查的。 准备好了的话,就去见部级吧。 等一下,新面孔? 我是西纳斯骑士团的情报员部级, 最近来这里的人都要接受盘查。 虽然你看起来很熟悉这里, 但毕竟是初次见面,还请按照程序来, 先告诉我名字吧。 那么,阿瑟琳,请告诉我你的职业和等级。 原来如此,谢谢你的配合。 不过还有几件事需要确认,请稍等一下。 我们正在找一个人,虽然不清楚他犯了什么罪, 但他肯定很凶残,所以我的调查会更严格。 虽然你的名字和那个人不同,但职业和等级却一样。 所以在摆脱嫌疑前,你需要接受骑士团的监视, 你在这里的活动也会受到限制。 如果想要证明清白,就去取得勇士部落居民的保证。 你只要能提供三份安地私人的担保书, 我就相信你不是嫌犯,也会撤出对你的监视。 你好,朋友。 我听到了风传来的消息,所以非常理解你的遭遇。 本来以为可以轻松通过,但是审查程序比想象中更麻烦。 想取得安地私人的信任,就必须成为他的伙伴。 虽然我相信你,但还是要进行成为伙伴的仪式。 我知道这样很古板,但这是传统。 仪式并不难,只要证明你有成为安地私人伙伴的资格就行了。 去戈壁地带狩猎黑木窑,收集一些叶子吧。 干得好,我就知道你一定可以做到。 既然你通过了仪式,我很乐意为你担保。 我赌上了我的名字和荣誉给你签名, 把这份担保书交给部级吧。 希望你能顺利通过盘查。 你终于来了。 我等阿瑟琳的消息等了非常久,顺利通过盘查了吗? 原来如此。 虽然有点复杂,但幸亏没有被发现。 武术教练坚决要求你通过仪式, 是因为部级可能会调查担保书的真实性。 要是没有正当的理由就为你担保, 一定会引起他的怀疑。 所以,我也希望你能遵循安地私人的仪式。 请你去戈壁地带砍树, 然后收集木柴。 如果你能帮助我恢复勇士部落的灵气, 我就有了为你担保的理由。 完成了! 太厉害了! 要是我也能像你一样就好了。 给,请收下吧。 这是我制作的担保书。 我在上面签了名, 以名誉担保。 你是个能力很强, 而且愿意为勇士部落现身的人。 快把它交给布局吧。 你好, 你拿到担保书了? 武术教练的担保书, 还有义安的担保书。 俗话说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阿瑟琳, 既然你是他们俩的朋友, 感觉就更让人放心了。 再取得一个保证, 就能通过盘查了。 你找到第三个保证人了吗? 要不, 你去找酋长吧。 他是个强大又帅气的安地斯人, 还是史瓦英族的? 史瓦英族在安地斯历史上存活最久, 是个非常强悍的部族。 如果他们部族还存在的话, 那酋长一定会成为领袖的。 毕竟他是最后一个酋长的继承人, 所以我认为, 他的担保书也很有分量。 带了个人模人样的家伙, 找我什么事啊? 想让我帮你去担保书? 我们部署吧, 别烦我, 快回去吧。 想死缠烂党吗? 那就按照安地斯人的传统, 证明你的强悍吧。 去旋风地带, 除掉黑腹木妖和开心的古木妖。 如果办不到, 就快滚吧。 有两下子吗? 比你看上去的样子强多了。 抱歉, 之前我不该以貌取人。 这是你要的担保书, 把它叫给部级就可以自由行动了吗? 那以后有空的话, 我们来比赛一下力气吧。 哦, 这是酋长的担保书, 他对生人防心可重了, 没想到你能拿到。 既然你拿到了三张担保书, 那就顺利通过盘查了。 我会停止对你的监视, 请好好享受这里的冒险。 阿瑟琳, 听说你通过部级的盘查了, 恭喜啊。 对了, 你能帮我一个忙吗? 你知道麦吉吗? 他是一位为了世界和平, 击退了无数可怕怪物的武士。 可惜, 再也看不到他传奇的表现了。 因为他和蝙蝠怪战斗时, 不幸受了重伤, 虽然保住了性命, 但麦吉因为内伤太深, 走火入魔了。 武术教练说, 那是种生不如死的痛苦。 但麦吉并没有向命运低头, 为了恢复失去的武功, 他一直在努力修炼。 麦吉已经修炼快一千天了, 要是永世不落山的灵气没有出问题, 他的内力应该恢复得差不多了。 可惜这里正日益荒凉, 灵气也在逐渐消失。 虽然我每天都会把吸取灵气的怪物赶走, 但这远远不够。 所以, 我很想制作补品帮助麦吉恢复元气。 可以拜托你帮我收集补品食材吗? 只需要去逃跑猪灵土, 找胆小的野猪, 获取一些胖猪肉就可以了。 哇, 优质的肉。 太感谢了。 这下, 能给麦吉制作补品了。 我失去记忆时, 是麦吉救了我。 他把我带来勇士部落, 并拜托武术教练照顾我。 他是我的救命恩人。 回复记忆后, 我没有回射手村, 而是选择留下来, 就是想报答麦吉。 我和你一样, 都学到了武术教练的安地私人精神。 麦吉为了恢复武功, 一直专注于修炼。 目前正在进行沉默修行。 但山的灵气太细薄了, 迟迟看不到效果。 这是我帮麦吉制作的超营养补药。 你能帮忙交给他吗? 记住, 千万不要妨碍他修行。 比赛特似 切承责和错幅。 まだ之前在进行沉默修行的尽快岩。 我觉得是超营养补药。 是必须的, 他将是炼会轻手却出现。 我来说, 好, 在这里心痛下的心痛恨。 黄修家, 这不是西游火焰草吗 很难找到的花 什么 麦琪的谢礼 他都这样了还不安回礼 好感动 朋友 我有个好消息 我找到继承麒麟之助的安迪斯人了 我以为早就失传了 没想到还在暗中延续着 真是奇迹啊 过去安迪斯人之所以能击退 圣瑞米亚帝国的士兵 就是因为有麒麟之助 现在也多亏了他 这里的气氛才能焕然一新 他就是酋长 我们从小一起长大 没想到他竟然是麒麟之助的传承者 其实想象也对 毕竟他是史瓦音族酋长的后代 史瓦音族是战争中得以保存 为数不多的部族之一 各部族长久以来为了生存 没有额外的精力在培养战士和研究战术 部落也因此变得越来越弱 在我举办成年仪式的那一年 部落几乎不复存在 这一切都是圣瑞尼亚帝国残荡后裔造成的 神经败战的老一辈不在了 剩下的我们弱得不堪一击 帝国后裔的手段卑鄙又残忍 他们将我们的部落逐个击破 最终 史瓦音族挺身而出 经过一番激战 终于消灭了他们 但史瓦音族也几乎灭族了 只有几个人幸存了下来 战后各部族残存的人分散各地 虽然现在由我管理部落的事务 但如果酋长没有犯下那个错误的话 这原该是他的责任 如果勇士部落再发生战争 安蒂斯人将会遵酋长为首 他的出身和实力摆在那里 再加上还是麒麟之助的传承者 领导者舍他欺谁呢 你来勇士部落寻找麒麟师 是想弄清楚自己的身份吧 那快去找酋长吧 我已经和他说了 他应该在等你 你想见麒麟师 那你找对地方了 我就是这个时代唯一的麒麟师 如果想借助我的智慧 就先回答我的问题吧 你和伊安很熟吧 那你应该知道他不是这里的人吧 他为什么会来这里呢 不足瓦解后 我们便和其他民族共同生活 我们的传统也在逐渐消失 我很担心 而伊安这时候 却成了安帝斯人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很好奇 但我和他不熟 不好意思去问他 失去记忆 原来如此 因为他是突然出现在勇士部落的 所以我很好奇 问武术教练 他也不说 谢谢你 阿瑟琳 武术教练已经跟我说了 我们要用麒麟支柱 召唤出祖神 借助他透视灵魂之眼的力量 为此 必须先准备几样东西 在我为召唤做准备的时候 你能去把这件事搞定吗 因为是用来召唤神的东西 所以 必须小心对待 辛苦了 都准备好了 现在 来试试吧 我要召唤的祖神 叫白鹰之眼 他是洞察力最强的安帝斯英雄 不过 我很久没实战麒麟支柱了 有点紧张 万物有灵 奇里古鲁 我奇里古鲁 啊 好刺眼 一片空白 我看到了 枯树之魂 风沙之魂 山云之魂 山云之魂 万物的本质 就像影子一样浮现在我眼前 白鹰之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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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看看 你是 我看到你的灵魂了 孤独 悲伤 但很聪明 坚强的 这就是真实的你 这是什么愚蠢的问题 如果你不是人类 还会是什么 祖神离我而去了 我耗费了太多力气 现在有点累 什么都别说了 你先走吧 阿瑟琳 我决定要去西边的岩山 暂时不回来了 因为 我终于找到了 让荒芜的勇士部落 恢复的方法 残酷的战争 让勇士部落山的草木枯萎 原本它是具备 自我修复能力的 但腐朽的枯木 吸走了泥土的水分和养分 导致这片山林 即使在战争结束后 过了这么久 都还是一片荒芜 根据索菲亚的情报 树妖王出现在西边岩山 只要有他在 不管除掉多少小枯木 都改变不了现状 所以 想要恢复勇士部落的灵气 就必须击退树妖王 但武术教练不让我去 说太危险了 你能帮我吗 我们先各自准备一下 然后在野生猪猪的灵土 会合吧 你终于来了 我真的很开心 只要有阿瑟琳在 我心里就充满了力量 有种马上要击退 树妖王的感觉 我要窒息了 看来索菲亚说的没错 树妖王触没的地方 会散发邪恶的气息 这也是附近的怪物 变残暴的原因 绝不能放任不管 否则那些怪物 会慢慢扩张领域的 阿瑟琳 请你帮忙除掉铁甲珠 我也会尽力的 铁甲珠太强了 好几次差点倒下了 阿瑟琳 你的眼神仿佛在说 不是铁甲珠太强 而是我太弱了 这次 就去铁甲珠珠的领土 除掉钢甲珠吧 我也会尽力的 果然 钢甲珠对我来说 还是有点勉强了 你战斗了那么久 呼吸却一点也不乱 真是太厉害了 还我一直都没抓到 总之 都亏了你的帮忙 污染的地区都减化了 只要再除掉散发 邪恶力量的元凶 情况就不会恶化了 就是现在 为了恢复有势不落的灵气 必须马上击退舒妖王 什么 太危险了让我不要去 虽然我连铁甲珠都打不过 但也不能让你一个人去 好吧 你的眼神已经告诉我了 你觉得我像舒妖王派来 拖后腿的卧底 那没办法了 你去天空大地 除掉钢甲珠和舒妖王吧 我等你的好消息 你真的打败舒妖王了 那可是夺取勇士部落 生命力的元凶 太厉害了 这下 麦琪能顺利修行了吧 一安 麦琪 你怎么会在这里 还开口说话了 沉默修行结束了吗 就算舒妖王消失了 也不可能这么快恢复吧 先不管那个 你听我说 千万别会勇士部落 不急说你就是通缉犯 正找你呢 要是被抓住就糟了 什么 我成了西纳斯骑士团的通缉犯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据说有人举报了你 说通缉犯的特征是失忆 知道你失忆的人 只有我和武术教练 他应该不会做这种事 还有谁知道你的过去呢 我已经恢复记忆了 只要向不急实话实说 一定能解开误会 事情没那么简单 有很多证据能证明你不是通缉犯 不急也很清楚这一点 但既然有人举报你 明显是针对你 勇士部落的大部分居民都相信了那个谎言 我猜这件事的竹谋 一定是个很有威望的人 在我解决这件事之前 你先躲到安全的地方 所以你才不惜打破沉默修行的戒律来找我 过去你为了救我中断了修行 现在又 对不起迈迹 这样也好 我可以安心离开勇士部落 回家乡看看了 真的 我还在苦恼怎么证明一案的清白呢 如果你能站出来 一切问题就解决了 不过 你要是被不急抓住 会被送去骑士团总部吧 真的没关系吗 那可不行 虽然骑士团不是坏人 但谁也不知道他们会如何对待你 既然武术教练相信你 我也会尽全力保护你的 虽然我也想快点解决问题 但既然一安极力阻止 那这样吧 你去村里见一下武术教练 他知道你的身份 或许有办法拨开迷雾 解决眼前的问题 我会留在这里 保护一安 我正要找你呢 一安是通缉犯的传闻 你也听说了吗 是酋长散播的 不知道他是怎么知道 一安失忆的事 然后就说他是通缉犯 原来如此 你也别责怪自己 我知道那小子 为什么会这么做 他一直觉得一安太弱了 认为他根本没办法 在这种艰险的地方生存 一直想驱逐他 但我没有同意 结果他就用这种卑鄙的手段 自从他是奇灵之助传承者的消息公开后 大家都视他为领袖 都相信他的话 如果一安这时候回来 一定会被不及逮捕 就算明知可疑 他依然会把一安叫给上级 虽然最后 一安应该会被无罪释放 但他再也无法回到永世剥落了 不管一安是被逮捕还是被驱逐 麦琪一定不会坐视不管 他肯定会去找酋长 一旦交手 肯定会两败俱伤 所以必须尽快解决问题 阻止这种情况发生 从你的表情来看 你打算自己说出真相 那确实是最快的办法 但 确定吗 虽然你现在看起来像是平凡的冒险家 但第一次见你的时候 的确感受到了不同寻常的气息 不 我知道了 是酋长他 从头到尾都在说谎 假装自己会麒麟之处接近你 也是为了探听一安的秘密 作为安迪私人 他应该察觉到你的异常才对 但却一直没有发现 真难过 整个勇士部落都笼罩在谎言之中 酋长的谎言 隐藏你真实身份的我 和一安的谎言 以及你的谎言 是时候拨乱反正了 你愿意帮忙吗 首先 要证明酋长不是麒麟师 这一切都是他的谎言 这样 就能证明一安的清白了 等你安全离开勇士部落后 我再公布你是通缉犯的事 不过 想要证明酋长在说谎 就需要炼金术士索菲亚的帮忙 我会写封信 你去交给灰烬之地的索菲亚 协助她揭穿麒麟之柱的真相 我正忙着呢 如果不是什么正事 下次再来吧 什么 急事 这是武术教练的信 你等我一下 天哪 我不在的这段时间竟然发生了这么大的事 一安肯定很伤心吧 我正在协助考古学家方博士 调查圣瑞尼亚帝国的遗迹 因为帝国的气息有复苏的迹象 就像枯萎的树木 重获生命力一样 其实麒麟之柱和这项研究也有共通之处 所以 我或许还真能帮到你 哦 武术教练让我证明 酋长的麒麟之柱是假的 分辨一个已经失传的咒术是真是假 也太难了 不过换一种思路 我倒是可以让酋长吐真言 因为人说谎的时候 需要激活大脑的特定部位 反之将它麻痹掉 人就只会说真话 现在我来制作引起麻痹效果的香料 阿瑟琳 收集材料的事情就交给你了 我马上制作香料 请等一下 终于做好真实香烛了 因为酋长是一个多疑且防御心重的人 制成饮料的话 他肯定不会喝的 但气味却无法躲开 只要闻到气味就会说出真相 不过气味飘散后就会失去效力 所以要注意时间 接下来就看你的了 去勇士部落找酋长吧 然后偷偷点燃香烛 引诱他说出真相 还有 我很好奇这东西的效果 用完真实香烛后 来告诉我结果吧 阿瑟琳 好久不见 最近我的状态超好 就像多年的基石一下子通畅了一样 真希望能和你分享这份喜悦 哈哈哈哈 当然知道 因为就是我放出的传闻 大家对宜安的印象一直很好 我以为不会有人相信我的谎言 没想到 事情竟然这么顺利 现在 一安无法再回勇士部落了 哈哈哈哈 没错 一安不是通缉犯 但这和我有什么关系的 只要他离开就行 其他的我管不着 勇士部落不需要懦弱的家伙 我是安第四最后一个部落 石瓦因族酋长的后裔 接连不断的战争 让我们部落变得衰弱 但我们的族人很勇猛 敢于迎战一切敌人 就算对手是圣瑞尼亚帝国的后裔 我们也毫不畏惧 但他们太狡猾了 他们攻击了我妹妹 各场的陈兴 我粗鲁又让人畏惧 但那孩子 却长得非常漂亮 深受人们喜爱 我强悍又威猛 但那孩子 温柔又懦弱 都是我的错 因为喜欢看他依赖我的样子 我不让他去修炼或者狩猎 不管什么事都帮他做 现在想来 妹妹早就意识到了 我那幼稚的战友欲 却仍对我百依百顺 那天 为了消灭敌人 我按计划率领精锐队员 耐心等待时机 但那个可恶的圣瑞尼亚帝国后裔 早就背着我悄悄接近妹妹 赢得了她的欢心 成为了她的朋友 她利用妹妹的信任 把她作为诱饵 引我们入陷阱 妹妹察觉到了她的阴谋 为了救我们 不惜以身涉险 得知妹妹的下落后 我丢下正在执行任务的同伴 赶去救她 结果 不仅没有救出她 作战行动也失败了 部落的士气因此一落千丈 我身为指挥者 却被愤怒蒙蔽了双眼 现同败于死地 虽然最后消灭了帝国的惨荡 但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这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部落也因此瓦解了 我对此有不可推脱的责任 而我最大的错误 就是把妹妹养得太柔弱了 我终于明白 一个弱者就可以让整个部族走向毁灭 我不想再经历那样的悲剧 所以必须把弱者赶出勇士部落 为了实现目的 我可以不择手段 那样我就会名誉扫地 失去人们的信任 等等 我为什么要一五一十告诉你 可恶 我说刚才闻到奇怪的味道之后 精神怎么好像有点恍惚 原来都是你干的好事 就算我利用你 也没对你造成伤害 但你却毁了我的名誉 可恶 你到底对我做了什么 什么 骗你 这么说 你就是西纳斯骑士团要找的人 原来如此 对了 你来找麒灵师 是为了寻找失去的记忆吧 明明知道这一点 却没有猜到你就是冲击犯 是我大意了 你会为你今天的行为付出代价的 我现在就去找部级 揭穿你的真面目 北风已经将你们的谈话告诉我了 我那个原本正义强韧的朋友 为何会上演这种诈欺的戏码呢 真相已经大白了 你觉得他是因为讨厌吗 不 是因为悔恨 虽然一安和歌唱的陈兴长得不像 但感觉相似 每次看到一安 他都很痛苦吧 但一安绝不是弱者 弱者面对强者需要更大的勇气 虽然一安战斗了一地 但他从不逃跑 麦吉还担心他太鲁莽了 总之 多亏你揭穿了谎言 才避免出现更糟糕的情况 我会把真相告诉大家 然后派人去把麦吉和一安接回来 既然酋长说 会揭穿你的身份 不计迟早会逮捕你 去其他地方的话 也不一定安全 西纳斯骑士团 可能早有准备了 如果骑士团 料到你会逃跑 可能已经在前往其他地区的路上 设下埋伏了 所以还是先躲在这附近 光望前况吧 这也是个办法 在情况好转之前 最好和索菲亚待在一起 快去灰烬之地吧 看来你没忘记约定呢 相处有效果吗 天哪 你就是那个通缉犯 早知道你也背负着谎言 我就不做相处了 不过事已至此 也没办法了 好消息是 相逐大获成功 我感觉我的炼金术 又更上一层楼了 我之所以参加考古学研究 是因为在圣瑞尼亚帝国的遗迹中 发现了黑魔法的痕迹 有人在勇士部落山 召唤帝国士兵 也就是说 出现了暗灵术史 它是幻灵师的一种 幻灵师一般召唤的是精灵或灵魂 就像以前的暗地斯人一样 像这样直接召唤士兵的情况 非常少见 所以我才会受方博士的邀请 去研究幻灵术 听说你到勇士部落来 是为了借助幻灵术的智慧 查明自己的身份 是真的吗 那我的知识 也许可以帮到你 我可以运用 圣瑞尼亚遗迹的研究成果 对你的身份进行分析 请你先准备好实验材料 收集其材料之后 别到处乱跑 一定要马上回来找我 为了采集你的遗传因子 需要你在狩猎时 留下的汗水 啊 灵片的颜色真棒啊 它的灵气可以防止物品 在变质过程中发生副作用 这是我的独门秘诀 这次需要的两种材料 就拜托你了 这些都是炼金术常用的材料 所以需求比较大 不过这次准备的很充分 应该不会出差错了 既然都准备好了 那就开始查看你的真实身份吧 请稍等一下 结束了 我本来以为你不是人类的话 应该也会是幻灵术中的召唤物 但结果完全不符合我的研究数据 所以我也不清楚你的真实身份 炼金术中将人类分为灵魂 精神和肉体三种原质 你既不是幻灵师召唤的灵魂一样的存在 也不是从地狱重生归来的躯体 所以我猜 你是精神上的存在 但这方面我不太了解 不清楚是怎么回事 要不去向更具智慧的人请教吧 这个大陆最具智慧的贤者 是魔法密林的魔法师汉斯 你把记录着我全部研究结果的书线交给他 上他帮忙吧 你是躲开西纳斯骑士团的追踪来这里的吗 那来对地方啊 这座魔法图书馆不受任何法规耶稣 你就安心留在这里吧 这座魔法图书馆不受任何法规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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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座魔法图书馆不受任何法规耶稣